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。 李线私下真实面曝光,前助理称赞她从未为难工作人员。 现男友李线与刘亦菲首搭主演的疗愈爱情剧《去有风》的地方爆红。 李线在剧中精湛的演技让人气再次攀升,过往也被起底。 她过去曾合作的化妆师,急助理纷纷上网曝光她的丝下面。 指她不仅从未为难过身边工作人员,就连她站在高处拍戏需要补妆。 都是自己走到化妆师身边,夸李线是季胡歌之后的第二位灵妇平男神。 李线自亲爱的热爱的在平《去有风》的地方爆红,圈粉不少。 她在剧中饰演的谢之遥,是个很好的男人。 许多女生大概也梦寐以求可以找到这样看事情能如此通透。 对明天始终保持乐观、热情、做事情又有担当的人吧。 不过不仅在剧中,现实生活中的李线也很好,不信。 来看看她的前助理和化妆师怎么说。 是的,这位自称是李线助理的女网友早前在微博发文。 她提及自己六年前担任李线助理,后来离职当人母。 近日看到李线到自己所在地泉州拍戏的消息, 试著发了讯息询问可否去探班。 没想到李线一口答应,而且待她如当年一样亲切。 一点都没因去有风的地方爆红而改变态度,让她相当感动。 而与李线合作过的化妆师也在微博发声写下, 是的,三好青年。 她站高的地方我要是需要给她补妆, 从不会让我上去,都是她下来让我方便。 另外,狗子也多次拍到李线为了工作与助理现身在机场, 很多时候都是她主动搬行李。 甚至坐保姆车也理让女助理先上车, 她总是最后一个上车。